這個是考試比較會考的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 我們現在核能發電廠用的是 右的一個同位數叫做右235 右235有放射性 還有一個叫右238 右238沒有放射性 我用的是右235 採用的方法是所謂的核分裂 大核變成小核 然後呢 然後只能轉換1等於mc平方 產生能量 然後達到的目的 所以你要記得我用的是什麼玩意兒 我用的是右235 旁邊的右邊上面寫個字叫濃縮 天然就有右235 但是呢 那個235的濃度不夠高 所以我要經過濃縮 可是也不會濃縮太高 等一下就要這件事情 OK 這是普通 然後就是這樣圖示 然後下面文字說 有個宗旨去撞右235 這個宗旨不可以太快 太快會穿過去 慢慢地就打進來 在那邊倒亂 然後就可以分裂成兩個 分裂成兩個比較小的原子核 同時放出兩到三個宗旨 然後同時有能量產生 好 這裡就有個問題 你一個宗旨打進來 產生到兩到三個宗旨 這兩個到三個宗旨 可以打到別的原子核 然後它就會再分裂 再產生能量 所以一個變成三個 三個會變成九個 就越來越多 會叫做連鎖反應 叫做連鎖反應 這個連鎖反應如果產生能量太大 那就會爆炸炸掉 就是做原子彈 就是做原子彈 那我當然在發電廠 不能夠讓它變成原子彈 所以有些方法 有方法就是我這裡的 也有235沒有那麼濃 沒有那麼濃 所以不會產生那麼大的連鎖反應 所以以前在台地有做過廣告 告訴你說我們不會爆掉 我剛剛舉的比如說你拿高粱酒 煮高粱酒用點火的時候點得早 而是你煮啤酒點不早 因為啤酒酒精含量很低 就是一個方式 還有別的辦法等一下講 所以剛才講過了 它會撞擊 它會產生兩到三個 然後繼續反應 它就會一而三三而九 然後就等比急速增加 叫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太強了就會炸掉 它就會變成炸彈 變成炸彈 變成原子彈 變成原子彈 那我們就是核電廠 當然不是原子彈 所以在可控制的環境下 控制方法一就是 我的這個235的濃度就沒那麼濃 沒那麼濃 還有別的話等一下會說 然後它控制下發生我們的核反應 然後就整個的機器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 它就是會有水進來 可是水有比較冷卻水 為什麼 因為那個機組不讓它太熱 太熱的話 裝機就會化掉 融化掉 核能發電廠最 最那個 大的災害叫做爐心熔毀 就是它讓它那個燃料棒的外殼都被溶掉了 然後整個燃料棒都暴露出來 整個派都暴露出來 整個派都暴露出來 上次日本那個時候就有點要像這樣子的 獨心熔溶毀掉了 然後暴露出來 它這個放生性就很強 所以它需要冷卻 那要很大的冷卻水 所以就抽海水 所以基本上核電廠都蓋在海邊 原因就是直接抽海水進來做冷卻 因為它很多的水 很多的水 所以要進來的水是冷的 冷卻來出去的水是熱的 叫溫排水 那有一些問題 我們在教一些的時候 提到它溫排水造成什麼珊瑚白化 什麼這些的問題 OK 好 那就這樣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主開水 然後這邊 左邊那個渦輪機 推動渦輪機 然後轉一轉轉一轉 這個發電 然後發電 你知道嗎 就是所謂的 後照 好 那 這就是考試考的內容 就問你說我們什麼東西做 什麼東西用什麼東西玩樂做的 然後做什麼用處 那我們要個燃料棒 就是裝我那個U235的燃料棒 那它是用耗這個合金包裹起來 那麼這裡有濃縮過 所以它有3%的U235 天然的只有0.7% 所以它說濃縮 可是不會濃縮的太多 不然會變成炸彈 變成炸彈 第一個就是燃料棒 放進去 然後呢 就是有放射性的玩意兒 再來就是我需要來 我剛才講 我要慢中指 我要慢中指 太快會穿過去 所以要慢中指在裡面導彈 然後讓它產生作用 那我又可以用水 有清水跟重水 重水就是用 清的同位素去化合的水 叫做重水 好 然後有石墨 有皮 一樣來做 反而降中指的速度 那現在底下會用水 因為水不會燒 石墨是可以燒的 車墨筆 車墨筆 它就是用石墨堆 用石墨堆 結果出汁的時候就怎麼樣 燒掉 燒起來 然後東西就暴露出來 放進去就暴露出來 OK 所以 這次考試就問你說誰可以做 石墨可以做降低 再來就是 這個 要個彭跟隔 做控制棒 剛才講過 我一個中指產生三個中指 然後去反應 就連鎖反應 反應會太快 那我把中指吸收掉 就不會那麼叫 不會產生這樣連鎖作用 叫控制棒 是用彭跟隔去做的 彭跟隔去做的 所以就這樣記一下 以前考試 考的就考這個 這個玩意兒 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然後做什麼用途 控制棒 裝 用什麼做 幹嘛用 這樣了解一下 可以 把這個東西記一下 黑一下就好了 那 基本上 剛剛講過 它需要一個冷卻系統 要把熱降溫 加水 吸熱 降溫 讓它可以 維持 去運作下去 它太熱 它就會出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有放射線 放射線會對我們造成傷害 所以我要阻絕放射線 我們就用鉛 滾在我的滾離土裡面 做到厚厚的墻 擋住 前面加過的 阿把 貝塔 加馬 阿把很好擋 對不對 可是加馬不好擋 所以要有用鉛板 還有滾離土 夠厚 擋住它 你的這個放射線 跑到外面去傷害到 外面 傷害到其他周遭的人 室 物 之類的 所以 記得要有鉛 鉛來做為主體 那核電廠有些優點跟缺點 優點是 它基本上能量很強 價格便宜 很便宜 但是反核人士是不同意這個說法 反核人士說 你要說它平不便宜 你要從建廠 然後開始運轉 算到它這個廠被廢掉拆掉 這樣整個算起來 他們說這樣做 它你並不會便宜 並不會便宜 但是就燃料棒 產生電而言 就光這樣看的話 那個反核電廠電視比較便宜一點 比較便宜一點 OK 然後呢 儲存空間 因為它不用很多嘛 如果你燒煤就要一大塊 一般放煤 對不對 可是這個不用 這很小就可以儲存起來 儲存空間很小 很容易就可以儲存起來 然後呢 基本上它不會有 基本上它不會有溫室氣體 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基本的過程中 是沒有二氧化碳產生的 所以不會增加溫室效應 不會幫忙 造成全球暖化更加嚴重 所以有人會認為在這個 所以有一派的說法 認為說在這個要解決 全球暖化問題的時候 核能發電是一個很重要的選項 因為它不會產生溫室氣 也不會有什麼空氣管問題 但是它有一些大麻煩 一個安全性 令人憂慮 現在呢 最早的是一個三里島 美國三里島 後來跑出一個車諾比 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就是日本的福島 日本福島 台灣反核現在變成大家的流行的 覺得要支持反核的 支持反核才是進步的原因 就是因為日本福島的關係 災害 安全性 它一弄 一弄起來就是會很慘 很慘 我們有畫什麼50公里逃命圈 什麼之類的 那你想想看如果在台灣的那個北邊 插一個 原心 畫個50公里 台北市就全部撤光了 台北市就沒人了 所以 就這樣子 所以那個 等下說安全性 沒問題 那個我們的車諾比 車諾比 還在出事之前 我剛才看到人家寫 還在剛剛得獎 說連續多少天 幾百天 沒有任何事故發生 核電廠出了很多種 大小小的很多不同的事件 沒有任何事故 還得獎 結果還剛得完獎 就搞一個 炸掉 炸掉 所以覺得安全 安全 你有沒有辦法變很安全 這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更麻煩就是這個 核廢掉 我們前面在教 我們前面在教核分裂的時候 可不可以看過圖對不對 前面是有放射線對不對 出來的東西還是有放射性 那放射性 它的半摔期很長 然後你要找到它的放射性消失 能夠被忽略不計 要很久 如果說 半摔期是一萬年的話 那你要降到十六分之一 要四個半摔期 那就是四萬年 所以以前的反核人士 掛招牌就是核害萬萬年 核害萬萬年 因為它就看起來很長 那目前為 到目前為止是無景 到目前為止這些核被料是無景 目前只有一招 就把它埋起來 封起來 封起來 可是要封很久啊 你要封個五萬年 然後都不會有人進去 不會有人進去 不會有人碰到它 那是很麻煩的事情 目前無景 那永核人士是樂觀的說 沒有關係 科學是進步的 今天無解 說不定明天就有解 當然反核人士是不這樣認為的 你就是搞一個東西害死大家 放在那邊清不掉弄不掉之類的 所以核被料到目前為止是無解 無解 無解 它就會造成它的一些傷害 所以呢就是核能發電的一些情況 跟各位做說明 OK 這裡是比較會考的 希望你把該背的東西背一下 可以嗎 可以